那少女瞪大眼睛,立刻两道血泪从她眼中流了下来,为无限身后响起嘀嘀的抽气声。 那少女不敢过来,用竹竿在地上又写又画,然而,完全看不懂,那少女正急得跺脚,长街远处,又响起一阵奔跑声,还有人的喘息之声。 那少女的阴魂忽然就消失了,片刻,一道狼狈的身影从白雾之中奔了过来,跌跌撞撞,似乎受了伤,腰间一把剑,缠着黑布,身后跟着一群走失,行动极快,很快追上了她。 那人反身拔剑硬战,剑光轻亮,端地是一把好剑。 打斗中,那人腰间剑翘上的黑布滑落了一截,露出了青铜色的剑翘,其上雕刻着镂空的双花纹路。 蓝景仪睁大了眼睛,似乎有什么话要脱口而出。 魏无限捂住了她的嘴,是以其他少年也不要出声。 蓝丝追身手,在落满灰尘的桌上写了两个字,双花。 魏无限一惊,用口形问,小星辰的剑双花。 众少年肯定地点点头,一个少年更是用口形说着,是小星辰。 但魏无限知道,门外这人,绝不可能是小星辰。 小星辰的魂灯已灭,早已不在人世,但这人既持有双花,那一定和小星辰有关。 不是小星辰的至交好友,便是杀害小星辰的凶手。 不管哪一种,都必须先把人救进来再说。 此时,那人一箭扫出,又有几个走失倒地,然而,更多的走失却围了上去。 蓝丝追看得心惊,道,为前辈,这个人我们救他已救。 金灵道,这个人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敌室友,贸然救他,若是恶人,岂不是救了一条蛇进来。 蓝丝追道,不管怎么说,见死不救都有为我被加训。 小星辰不仅是魏无羡同门,更对魏无羡有传训之恩,他到底是怎么死的,必须要弄清楚。 魏无羡道,这个人,必须救。 说是必须救,可谁出去救那人呢? 众少年面面相去,外面那么多走失,谁都没有胆子出去救人。 沉默伴上,蓝丝追道,我去救小星辰道长。 蓝锦仪道,我与你同去。 魏无羡心道,看来蓝丝的这两个少年,胆色倒是不错。 但他知道,外面那人绝不可能是小星辰,道极有可能是害死小星辰的凶手。 若是让这两个少年出去救人,只怕是人没有救到,反而着了那人的道。 伸手拦下两个少年,道,不需你们出去,我自有办。 魏无羡,吹出一声哨音,屋内突然卷起一阵阴风,靠在墙角的两个指人侍女,突然格格笑了起来,好似活了一般。 魏无羡道,把活人带进来,其他全灭不留。 两个指人侍女一跃而起,一阵阴风袭来,大门猛地向两边掀开,指人掠了出去,挥动衣袖。 那薄薄的衣袖明明是纸做的,此时竟比刀剑还要锋利,砍瓜切菜似的,把走尸砍成十七八块,再也站不起来。 众少年看了,只觉得好精彩,只有精灵脸色苍白。 片刻之后,那两个指人侍女就把人带了进来。 那人靠墙坐下,一双眼睛上缠了厚厚的一圈白色绷带,应当是个瞎子。 而且,还是个生得好看的瞎子。 双滑,眼瞎,让人自然而然把他认作小星辰。 魏无羡心道,若不是我早就知道了小星辰已死,怕是也要把他当作小星辰本人了。 这人手持双滑,又故意扮作小星辰的样子,只怕居心不良。 更大的可能,便是这人就是害死小星辰的凶手。 魏无羡道,请问阁下是谁? 这座一城为何会变成这样? 那人道,我是一名云游道人,得知此地怪事,便来业烈。 这城中活尸,走尸数量之多,能力之强,你们尚未领教,我劝你们,还是赶快离去为好。 话音未落,门外传来只认识你的音效,蓝锦仪扒在门缝上一看,惊叫起来,好多,好多走失。 魏无羡却一点也不在意,只要他在这里,再多的走失也是没有胆子进来的。 正在此时,头顶上忽然传来极轻的响动,魏无羡无感灵敏,大喝一声,散开。 一条黑影从天而降,众少年急忙散开,魏无羡不由自主抬头看去,正在此时,一便突起。 本来靠坐在墙角的那人突然抱起,剑芒闪过,抵在了魏无羡的脖子上。 四周静默,魏无羡也看清了跳下的黑影是个道人,确切地说应该是个死了被做成凶尸的道人, 此时感受到阴丹压力,抖抖锁锁不敢动弹。 那人一手持双滑,一手拉下了蒙眼的白布,露出了一双明亮如星的眼睛,一双完好的眼睛。 此时,这人洋洋得意道,夷灵老祖魏无羡,你最好让这群小朋友出去,我们好谈谈大人之间的事。 魏无羡笑道,我劝你还是赶快把剑从屋井边一开,免得自己遭殃。 那人仿佛听到了这世上最可笑的事,哈哈笑道,我就不拿开,你又能把我。 哪只话还未讲完,呼觉手臂一阵剧痛,鲜血从壁弯处狂喷而出,拿见的那只手竟莫名其妙在壁弯处断掉了,断口参差不齐,仿佛是被野兽咬的。 接着,众少年又看到他的胸口仿佛开了一朵花,白嫩嫩,娇生生,仔细一看,哪里是花,却是一只细白的小手。 众人方觉奇怪,就见先前袭击黑衣雾面人的那个名叫小涛的小鬼陷了行,手中拿的正是一截断壁,像搅五香豆似的,咯吱咯吱吱的起劲。 那朵白花也缩了回去,一名美丽少女格格笑着,舔是着手上的血迹。 众少年心头不由一阵恶寒,好可怕。 魏无羡笑道,薛阳,你个小流氓,好好的流氓不做,办什么小心尘。 那男子痛得额上冷汗沉沉而下,仍然笑道,被你看出来了呀。 魏无羡道,薛阳,你搞这么多花样,究竟是想要做什么? 想杀我?你有那能耐吗?薛阳道,我没想杀你,只想求你救个人。 边说边用完好的那只手从怀中逃出一个锁琳囊,递给魏无羡。 魏无羡结果,拿在手里感应了一下,这魂魄已经碎得不像样了,要修复自己恐怕功力不够。 他看向薛阳道,小心尘的魂魄。 薛阳道,是,求你修复好它。 魏无羡,刚想开口,谁知,薛阳身边冒起一片蓝色火焰,传送福的咒火。 薛阳不见了,薛阳不见了,蓝望鸡进来了。 魏无羡道,薛阳让挖坟的就走了。 蓝望鸡道,我本来已经伤他三处,正欲生擒。 不料,不料来了一群走狮,那人趁机逃走,还带走了薛阳。 魏无羡道,鹰虎符应该在薛阳身上。 一城之中有如此之多的走狮,活狮,没有鹰虎符,薛阳靠什么控制? 那人救走薛阳,只怕未必是要真救薛阳,只是为了他身上的鹰虎符而已。 魏无羡目光看向角落里的道人,思索片刻,走过去在他后脑摸索片刻,果然是被刺鲁钉所控制。 魏无羡替他拔出刺鲁钉,那道人呆呆的,看来清醒尚需时间。 正在此时,门外传来竹竿敲地声,魏无羡道,跟着竹竿生走。 众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便跟着竹竿生走去,到了一个益庄之中。 那持竹竿的少女进入之后,就围着一具棺木打转,示意打开。 蓝忘姬伸手推开棺盖,棺中躺着的是一个盲眼道人,正是小星辰。 那少女压压哭起来,留下两行血泪。 魏无羡急于知道小星辰到底遭遇了什么,只肩探出一缕黑气,缠绕上了那少女。 蓝忘姬不声不响,但却站到了魏无羡身旁,替他护发。 片刻之后,魏无羡睁开眼睛,原来这少女叫阿京,她与小星辰救了薛阳。 哪知薛阳竟诱骗瞎眼的小星辰把活人当作走尸杀了。 当一切为宋兰识破时,薛阳又涉及让小星辰杀了宋兰,小星辰知道真相后自杀了。 而阿京也被薛阳所杀。 人性竟能饿到如此地步,魏无羡想到自己前世一世为人骗,为人骂,为人辱,最后还为人围剿,冷笑一声,这世道果然黑暗,果然不可有情。 目光在那些少年身上转了一圈,今日他救了这些少年,却不知会有几个记得他的救命之恩。 他们记得更多的大概是小涛啃咬薛阳手臂的凶残,小赵一拳穿心的血腥吧。 就如前世的摄日之争,没有人记得他的功绩,他们记得的就只有他挖坟掘墓,吹笛起尸,然后把他归为邪魔外道,堂而皇之地讨伐他,围剿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